下半年的钢铁股就明显的做好了 今年基本上钢铁就受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了 那么上半年钢铁价格低走 还有钢铁股的股价也是低走 那么这个月来看应该就是 汽车业建筑业的需求也可以提升 而且也是有些低效益的产能也是取消了 所以钢铁业应该就是下半年可以看好 现在好像今天几个钢铁股都上升 但是还是离补不了上半年的下跌 那么现在我看钢铁股已经过了最坏的时候了 应该就开始反弹了